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已经是凌晨了 但是我还没有忘记 今天跟大家答应的要做点点今天事 因为网络传说的问题 所以我不能讲太长 否则的话 船的速度就会变得非常慢 有时候花好几个小时 那今天网友就希望 我能够讲一下孔子学院的腐败的问题 虽然我没有去查这些有关资料 我也不了解孔子学院 腐败的具体的强情 但是孔子学院一开始 今天一开始 我就觉得首先 这一定是个烂尾工程 因为是有政治的力量在后面驱动 而这种驱动是没什么道理 就是因为你在全世界各地建立一个 女年学校 然后 建立就建立了吧 你还花这么多的钱 完全是在政治上来进行驱动 因为各个国家都有一些人愿意来学中文语言 这个 学中文语言 你这个政府提供一个经费 那么当然各个学校也落得其成 对吧 因为在西方它就是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缺钱 对吧 即使不许是西方 各个国家都是一样 那么 中国政府愿意当一个渊人大头 当然可以 但是同时呢 这个项目它不仅是一个女年的项目 而且挂了一个所谓的孔子学院 这么一个大的招牌 孔子是中国的文化圣贤 所以呢 好像在进行中国文化的转破 有了这么一个大帽子 就可以申请更多的钱 然后就有了更大的腐败的机会 但是随着这个领导人 原来决定拍板的这些领导人的下台 或者是退出二线 所以这些项目慢慢就随着下去 也是一种避免的现象 真是因为这些 政治的动作的这些项目呢 就使这些各个地方搞这些 这个孔子学院的人呢 也就是利用这个事情捞一把钱 这个扶弄一下 扶弄一下 所以出现的腐败一点都不奇怪 最终这个项目也会衰落下去 也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中共这种烂尾工程 那片地都是 很多项目知识 大家后来回过头的就忘了 基本上 中国的政治运动就是个烂尾工程 那很多的所谓的文化工程 教育工程 什么思想工程 没有一个不是 最终成为烂尾工程的 不过呢 为什么孔子学院能够在 全世界各地能够办起来 尤其在西方 能够堂而防止地办起来 原因很简单 西方有一个很核心的价值 就是资本 资本就是什么呢 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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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时候注意到西方的对人权的尊重 对多元思想的尊重 没有注意到在法治 人权和自由的民意之下 或者是之上 钱还是扮演了非常关键性的一个角色 所以你要了解美国和了解西方 就是三个字 钱 钱 钱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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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一点是很关键的 不要被那些自由派大师们所迷糊 或者是把西方这个社会看得那么一个美妙 那你看看这个堂堂的英国尖教大学 今天就有出了一个消息 说他们为了讨好北京啊 讨好中共啊 要求这个中国记刊啊 不是要求啊 他们已经把中国记刊里面 几十篇文章 涉及到中国政府可能不高兴的文章 全部把它删除了 全部删除了 你看 什么建桥大学啊 什么 多少年的悠久历史啊 你会让它感觉到羞耻吗 对吧 羞不羞耻呢 当然羞耻 但是问题是 羞耻的只是建桥大学吗 对吧 全世界有几个 著名的大学 现在不是为了迎候中国政府 而是在政治上紧缩自己的年轮空间 他们现在大学去邀请几个艺人是敢去演讲吗 那个时间早就过去了 对吧 那些大学都是真心恐吓去拍中国政府马屁啊 因为有那些校长还有副校长也好啊 一个是学生来源 对吧 中国有很广大的学生来源 第二 中国政府愿意搞这个项目那个项目 比如说哈佛大学 想捞一个什么什么 这些人不是捞一个中国的假博士啊 他们觉得还不够 还跑到哈佛大学来搞一个假的证书 也不能说是假的吧 但是基本上是那个 挂上哈佛大学的这个名字好像蒙人嘛 对吧 中作部 李源潮他们的时候就搞过这个项目嘛 工于心 就是香港的那个小田田 也支持过这些项目嘛 让中国很多军人啊 中国的很多的这个 官员啊 跑到哈佛大学来学一个嘛 其实能够学到什么东西呢 其实学的又怎么样呢 在西方受训的那些 得到了不是 得到了很应该训练的那些文科不是 回到中国是不照样地做的 传播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嘛 他们真正会把自由和民主的价值 如果能够大到中国去的那些教授 他就没办法在教授 叫这个 这个学校生存了 所以那些 那些 所谓的文科教授 他们只能在传播比较数假的东西 当然 他们传播数假的东西的时候 还戴上一个专业的帽子 学院的这个帽子 现在各个大学啊 那真是斯文扫地啊 这个西方的大学啊 没有这个大学 真正保持了那真正的 学术的独立性啊 至少在面对中国的时候 他这样的学术的虚伪啊 他这样就已经暴露无疑啊 那么其实不是西方的这个大学啊 那西方那些智库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对吧 西方那些智库的人 可能为了让中国领导人接近 或者让中共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什么研究机会 那么呢 他们也是想尽办法去讨好中国啊 华盛顿有一个著名的这个智库街 叫开街啊 什么这个学费 乐阁学费 这些学费啊 现在只要涉及到中国的项目方面 基本上那些论文和报告是没办法看的 就是因为他们要去陪中国满用了中国马屁 他们不但陪中国中国马屁 而且他们还跟中国这些特务机构啊 情报机构 或者是乱七八糟的商人 或者是挂羊头马狗肉的学者 来开这样那样的学术会议 要误导美国政府 误导西方政府 可以解释了很多这种智库就扮演了 泛满了一个角色 其实不仅仅是大学是这样 智库是这样 西方政府难道不是也是这样吗 对吧 有几个西方政府 真正是支持了中国的人权 真正支持了中国的自由啊 它就相反 它们 基本上它们主要的力量 是在支持中国政府 支持中共的体制 商人也是这样啊 有几个西方的公司 不去中国去闹钱啊 对吧 有几个人真正关心中国的人权啊 关心中国的自由啊 西方当然是尊重人权的 当然是尊重法治的 但是当然是尊重多元的 但是呢 那个主要是反映在他们的 自己对自己的国家的政策方面 他们确实是这样 但是一旦涉及到国际政策 尤其碰到中共这样的政府 他们一般就是啪啪 啪下来了 啪下来了 哎呀 所以我们有时候 当然也要感谢他们 对我们人权啊 民主啊 后面的某一些关心啊 但是 多数的行为啊 他们是不值得我们尊重的 嗯 他们真是取乎了金钱 他们真正取乎了政治的这个 现实 如果 如果他们真是那么高尚的话呀 或者是他们真正是那么远 有远近的话呀 一战和二战怎么会爆发呀 对吧 后来又怎么会出现所谓的这个冷战呀 有时候让我们付出的代价呀 不仅是恶魔 是专制 有时候让我们付出的代价的人 地方啊 它也是民主社会 所以我们在看待人类文明进步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发出这个感慨 恶魔啊 有时候之所以成为恶魔啊 其实不是恶魔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而是那些自认为自己善良的人 让这个恶魔变得更强大 金球大学 只不过是 其中一个新闻而已 实际上 没有几个大学 不是这么无耻的 我讲的是西方的大学 尤其是西方的民派大学 睁开眼睛 不要让西方的民派大学 迷合你 谢谢 对 对 对